大叔 拉麵多少钱一碗 5块 5块啊 涨钱了 是的 我记得以前3块4块 是的 那就帮我来一碗 带肉的不 是的 带肉的 带肉的 5块钱 不是 带肉 5块 我听我朋友讲的说 你比拉麵哥做的早 是的 我比他干的早 比他干的早 是吧 主要是机遇的问题吧 但是还好 我觉得你生意挺好的 你看这大早上好多人在吃 这个面怎么有点发绿 是黄 发黄啊 我色盲吗 我看着有点发绿了 发黄 发豆油 什么 那里是豆油 它的发黄 我以为是发绿 是发黄 好吧 是我眼睛有问题 直接在这里面煮 肉在哪里 肉在这里 这里是大骨头汤 大骨头汤 大骨头汤 这个是另外加的 这是另外加 这是骨头汤 待会加这个面 是 5块钱 大叔这5块钱赚钱吗 赚钱 赚多少 5块钱赚2块多 5块还能赚一半呢 哎呀妈 这利润这么高啊 这都是对半的 对半 就是50%的利 对对对 大叔太实在了 你应该说不赚钱 我发实话你刚骂我 骂我我也想发实话 挺好挺好 实在一点好 山东人民就是实在 这是两碗的两份的 其中有我一份 可以 这都是大骨头 哦大骨头熬的 行 那这种加的多少钱呀 这个一块钱两个 1块钱两根啊 那帮我来1块钱的 大气一点 这个1块钱两个 哦这个1块钱两个 就它这个碗1块钱两个 1块钱三个 1个 哦1个 吓我一跳 行行行 这这些面能做多少碗 这些啊 人家做4碗 4碗 这么多才做4碗 哦 这么能吃啊 好吧 都是老百姓 就是能吃饱哈 这一份确实挺大的 能不能给我稍微少一点的 我怕我吃不完 太多了 你也是吃不完 你倒着给别人也可以 哦 倒着给别人 行 哇 5块钱带肉 带的就是这种肉丁是吧 下面还有蛋 那个大的肉也是 大肉吧 一个三粒 卖5块 哦 就像靶子肉一样 我看一下呗 我看一下 这是大五花 大五花 嗯 我看一下 1块 1块卖多少钱 5块 5块钱 哦 那是挺实惠的啊 行 我要肉丁 好 然后再要1块钱的豆肠 好的 哦 天呐 就这么5块钱的拉面 还有肉 嗯 还是肉汤 真实惠 哦 这三碗都是要的豆肠 这豆肠长得 无法言喻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先让我笑一会儿 哈哈哈哈 啊 哈 哈 大家好 我是谭德妞 今天来到了山东灵异的凉秋镇 然后是凉秋大吉 然后隔壁呢 是一个拉面哥 它也是拉面哥 它跟那个拉面哥 有一点不一样 它比那个拉面哥做的还早 只是可能我觉得是机遇不同 然后没有火 因为他们俩当时都是三块钱一碗 啊 但是现在涨钱了 确实 因为所有的物价现在全部都在涨 去年吃的时候我记得是三块 今天吃的是五块了 但是嘞 今天我就豪华了一把 有多豪华 加了一块钱两根的豆肠 它这个豆肠是泡了肉汤的 特别特别香啊 然后它那个五块钱一碗 上面还有这个肉丁 这是正二八点的 靶子肉切出来的 它还是方方块块的丁 很实惠 然后这个面呢 也是老板现厂现拉的 特别好 它都是现和面啊 而且我觉得它那个面是绿色 但是老板说是黄色 是不是我色毛有问题啊 确实山东人很实在啊 这么一大碗 刚才那个老板 就拿了一大坨 很大很大一大坨面再拉 我说 我说老板你这一坨面能搞几碗 老板说四碗 我说这么多面 还搞四碗 他说我们这边 全部都是老百姓来吃 就是都是干活的 饭量挺大的 所以基本上一碗 就是能管饱的那种 但是我觉得今天我得认怂了 哈哈 先来一口 接着一会汤都微了 尝一下这个豆肠 我就没想到 我就没想到 它这一块钱两个人吓到我了 很香 很纯香的那种香 很好吃 全是那种豆香味 谢谢 谢谢我得救个葱 我救葱的话感觉没味道 哎呀妈 哎呀妈 还得是山东大葱啊 来了兄弟们 葱毛 敬你们一个啊 漂亮 大葱 敬你们 我的面里有个土啊 不是是我大葱刚抖进去的 哈哈哈哈 大葱再就这样拉面 味道整个就是生滑了 很好吃 要不要 让我先吃饭 好嘞 哈哈哈哈 葱有点辣 哎呀好了就这样了 我我得喝水 太辣了 兄弟们突然想到一个非常搞笑的点 吃葱 不对 吃面不吃葱 下一句你们帮我想一下 该怎么说更押韵嘞 哈哈哈哈